作为江城光明中西医院妇科唯一,不,唯二的妇科医生,段浪对于自己所面临的处境十分不满。 明明自己拥有不俗的独家医学知识,有才华,却无法施展,然而,君子翻身十年,不,过一会儿,过一会儿就好了。 且看我们的大帅哥如何在医学江湖上独揽风骚吧。 欢迎收听,妇科专家。 切记点击订阅,并且点赞,打开小铃铛。 第365集 段浪如今找了自己来,那侯长远哪有不热情的道理啊。 哎呀,小段啊,我们有多长时间没见了,我以为你都快把我给忘了呢。 呵呵呵呵,这侯长远拉着自己恩人的胳膊,笑得敞亮。 段浪摇头,哎呀,侯哥,是我医院的工作太忙了,才没时间来联系你。 不过今天,我这不是抽空来看你了吗? 哎,怎么样,嫂子有动静了吗? 哎呀,有了,有了,都接近三个多月了。 这可是多亏了你帮了我呀,谢谢你呀,兄弟。 哼,职责所在,客气啥? 段浪笑眯眯的说。 侯长远笑着点头,忽然他转脸问段浪。 哎,你是有什么事找我吧? 我可是知道你是个无事不登三宝店的主, 好好的来到这儿一定有什么事。 呵呵呵呵,侯哥呀,你猜对了。 这时候,段浪从自己的背包里,取出从彤彤的房间里拿到的那些滋补品的样本, 放在了侯长远的跟前。 侯哥呀,求你帮帮忙,务必仔细的,严谨的, 而且以最快的速度,对我拿来这些营养品做一个鉴定。 看看里面成分是什么,质量是不是有问题啊? 侯长远看了看摆在自己面前的三四种滋补品,点了点头。 哦,你是不是又遇到什么事情了,咬得这么急? 是啊,是我的亲人,吃过这种东西,又在我们医院治疗以后,莫名其妙的死了。 我想我有责任,有义务,查找出这件事情的真相啊。 啊,竟然出了这种事? 侯长远的脸色沉重了下来。 小段,你放心吧,这件事你交给我,我找我们局技术最好的人给你做检验,务必四天之内,我让你拿到结果,怎么样? 段浪一听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好,一把抓住他的手,千谢万谢。 侯长远倒是不以为意,你不用这么谢我,当初你帮助我的时候,不是也尽心尽力了吗? 你就不用再客气了,耐心等我们的好消息吧。 哎,好,谢谢侯哥。 段浪依旧感激地说。 夜色渐渐地深了,省委副书记刘日和伸展着腰身从书房里走出来,穿过灯火依稀的客厅来到外边的小庭院里。 排头间,看到月亮如钩般地挂在天上,和四周点点闪亮的星星相灰相映,为深色的天幕增添了许多的亮色。 繁杂的公式慢慢地从自己脑子里退却了,一个女人的脸慢慢地浮现在自己刚刚被放空的脑海里。 她是刘新尧的母亲,一个长得玲珑剔透,温婉秀气的女人。 她正在用一双哀怨的又有几分怨对的目光望着自己。 舒雅,刘日和轻轻地喊出了一个名字。 女人没有回应,依旧用眼睛紧紧地盯着她。 刘日和缓缓地伸出手,却触摸她那张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记起的脸, 却发现她的影子却忽然如烟一般地消散了。 消散得一点踪迹都没有。 刘日和已经有多年都没有想起这个曾经喜欢过的女人了。 甚至连她曾经为她未婚生子的这件事都不曾认真地去回想过。 今天晚上这是怎么了? 刘日和牵动了嘴角,目光随之茫然。 她和王淑雅的孙女刘彤彤死了,死在了海州附属医院里。 当秘书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时候,正忙着开会的她似乎没有太大的触动。 也许是下意识的,也许是流于刑事,她只是嘱咐秘书,认真地调查一下此事,问清原因始末告诉自己, 却从没想过自己儿子刘新尧现在是一种什么情形。 悲伤总会过去,新尧还年轻,孩子还是会有的。 所以她这个作为爷爷的,以忙为由,明明知道自己的亲孙女死了,却没有去看过他们爷俩,只是派出了贴身秘书全权处理这件事。 不太关心,因此也就不会有多么伤心了。 刘日和不是普通的坊间老头,他似乎把亲情看得没那么重,特别是他还有了后来的老婆公语和儿子刘文。 刘新尧和彤彤在他心里就更加的没分量了,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从客厅里走了出来,微微的有些凉意的身上,漠然间的多了一件薄薄的外套。 你还没睡啊?刘日和问,老刘也都深了,怎么还站在外边,有心事? 自己老婆公语的声音传了出来。 刘日和裹了裹身上的衣服,声音里显得沧桑十足。 老公啊,新尧那孩子怎么样了,你去看过没有? 这个,你知道我们之间关系,我没有过去。 公语缓缓缓缓地说,刘日和没有说话,过了许久,他才收回了看向前方天空的目光,转头说。 你去看看他吧,顺便出面帮着处理一下彤彤的后事。 只要一个秘书出面,总是不合适的,家里需要有人站出来。 行,我知道了,明天我就去。 公语答应着,一边跨着刘日和的胳膊,返回到那庄亮着灯火的大厅去了。 附属医院理事长秦健,这两天简直都要发疯了。 卫生厅的领导一次比一次严厉的督促,催问刘彤彤的意外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可是到了现在,无名组织的专家组一直没有给到一个有理有据的答案。 问起这件事的时候都说,应该是与医生的治疗没有关系。 没有关系,那为什么人死在了医院而不是别的地方呢? 对于这样的问题,大家都沉默了,他们一致提出要解剖病患的尸体,寻求答案。 可是大家也都知道,这几乎就是不可能的,因为刘新瑶已经下了死扣,谁都别想把她的彤彤怎么样了。 这样,这事情就进入了两难的境地。 秦剑被一次次的点名批评,而且领导的脸色一次比一次难看。 秦剑明白再这样下去,她的地位就有可能被动一动了。 无名,你给我滚过来。 秦剑手里的电话由于声音分贝太大了,已经出现了嗡嗡的杂乱声。 电话那端的无名,脸色一下子变得又难看了不少,额头上本来就有的汗水,更加的肆无忌惮地向外伸出来。 李,李师啊,我这就去,这就去。 无名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多少次被秦剑一点脸面也不讲的怒斥了。 其实无名的心里清楚,这件事不能怪秦剑这么对待自己。 上层一次比一次严厉的质问,死者家属一次次的索要真相,几乎把他们都逼到了无路可退的境地。 最要命的是,现在的专家组也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,这才是最最致命的。 李市长的办公室里传来了怒斥声,东西破碎的动静,还有拍着桌子怒吼的声音。 副理事长陆芳和马明朝站在了李市长的办公室外,紧皱着眉头也都显得无计可施啊。 这种情形在这一个多星期里频繁地会出现,他们也都逐渐地习以为常,也都无奈。 谁让事情弄到这个地步了呢? 如果说这件事情放在了普通人家,或许医院还能请求仲裁强行解剖尸体查出死亡的原因来。 或者医院出一个鉴定的证明,这一切与医院没有关系。 医院的处方和治疗没错,患者想要闹的就闹好了。 可是现在人家可是省委副书记家的人呢,告也不能告,聊也不能了。 副属医院的领导层这下算是被架到了火堆上,慢慢地烤着。 走廊的一端,响起了女人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。 陆芳和马明朝扭头一看,神色瞬间变得更加严肃了。 死者家属找来了。 李市长,吴院长,嫂子来了。 马明朝听到里面还是雷声不断的,急忙打开门,冲着里面正在玩老师训学上的二人,他吆喝了一声。 嫂子?什么他妈嫂子?我现在可没心情招待谁? 秦健激怒地大声嚷嚷。 现在他满脑子都是这个烂事,哪有心思理会别的呀? 已经走到门口的公寓,听到这话,顿时脸色就阴沉下来。 抬手就制止了门口的想为自己再次通报的两个副理师长,慢慢地从外边走进来。 附属医院领导作风越来越张扬了呀。 自己的手下明明出现了医疗事故,还迟迟不给家属说法。 你们到底是想干什么呀? 是看着我们老刘家没人了吗? 公,公,公姐,秦健看到进来的是公寓的时候,顿时吓得傻了眼了,急忙小碎步地跑了过来,用一只手轻轻地扶住公寓的胳膊。 哎呀,公,公姐啊,你怎么大驾光临了呢? 你要是有什么事,你让秘书打个电话,我们跑过去不就行了,咋还劳烦你亲自跑过来,真是的,我心里真是觉得过意不去呀,你看。 听完秦健的这话,公寓一阵冷笑。 秦理事长,你这么说我可是受用不起了,还让我们秘书打电话。 自从我们孙女在你们医院意外死亡以后,我们秘书少给你们打电话了吗? 结果呢?有什么结果? 秦健一听,难堪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。 哎呀,公姐,我们知道也都明白,我们附属医院确实存在问题,我这也是着急上火呀,你看我这办公室,你看看。 他一边说,一边指向满着碎片的地上,仿佛在控诉他的不意呢。 公寓不动声色地看了看凌乱的地面,对着秦健和吴明说。 你们怎么样,我管不着,我只要说法。 结果,我们老刘这次说了,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么长时间,你们医院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。 这就是无视我们家属,无视我们老刘,你们医院,你们这些领导到底是想干什么?是不是真的要当我们老刘亲自写诉,状告你们呀? 秦健和吴明一听这话,简直魂都要被吓没了。 吴明抢步上前来,躬身对着面前这个妇人,看那样子,只要他不反对,他就要跪在当场了。 这公,公女士啊,你千万不能这么说呀,你就算借我们十个胆子,也不敢故意地拖延查找真相啊。 可是现在,现在那心瑶他,呃,刘亲瑶,是他不答应解剖,如果他要是答应的话,真相马上就出来。 公女士的眉头皱了皱,他不知道这里面还有这样一说呀。 解剖?我看这个也没有什么嘛。 怎么,是刘亲瑶不同意? 呃,对,对呀,就是因为刘亲瑶一直不同意,我们才一直没能找到这件事情的确切原因的。 吴明懦懦地说,公宇听了恩了一声,便不再说话。 吴明看到他对解剖这件事没那么抵触,为了尽快地解决这件极其棘手的事, 吴明咬了咬牙,便又对着面前的妇人请求起来。 嗯,公女士啊,我知道心瑶她因为妇女情深,不忍心也不舍得让自己的女儿在死去之后还不得安宁。 可这件事要有个最后的判断和说法呀。 我也知道公女士你是出了名的深名大义,你看能不能帮着劝劝刘亲瑶,那个,那个让我们对她的女儿进行最后的检查分析呀。 吴明一边请求,一边查看着面前女人的表情,还好,她的话似乎没有引起女子不适和暴怒。 公宇沉默了很久,她现在的心态很简单,尽快地了结对她来说只是牵扯到面子的这件事, 只要附属医院把这件事处理得妥当,维护了她家老刘的面子。 至于这当中刘心瑶的痛苦或者赔偿多少,结论又如何,她并不在乎。 第366集 医院里迟迟地没有给出结论,这对她和她的高官老公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。 所以,她也想尽快地得出一个结果,结束这件事,让自己清静清静,也避免老刘被别有用心的人拿着这件事,被人扒了过吧。 想到这里,公宇点了点头。 既然这样,那我会想办法说服刘心瑶,让她对这件事有个明智的选择。 不过你们要保证,真的像你们所说,解剖过后,原因就会被找到。 哎,这个一定,一定啊。 巫明慌忙地回应着,她的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曙光了。 秦剑在旁边一看,公宇竟然答应了巫明的要求,她的心里也高兴啊。 哎呀,公姐,太好了,太好了,你简直就是我们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啊。 我和吴院长在这里先给你鞠躬了,谢谢你对我们医院的支持,谢谢你体谅我们。 公宇一听白首。 你们也不要高抬我,我只是说我们会商量一下,具体的还是要由我们老刘来水服刘心瑶了。 不过老刘在刘心瑶面前说话还是有分量的。 听了她这些话,秦剑和吴明顿时觉得,他们本来已经晦暗到步行的前途,终于看到了光明。 正在两个人对着面前的公宇再三地作一致谢的时候,门口处传来了一声大喊。 我不同意现在对患者进行解剖。 哦,声音红亮,贯穿全屋啊,随着声音的落下,一个年轻的穿着灰色衬衣的年轻男人迈步走了进来。 办公室的两个医院大佬头都几乎炸了。 这是哪来的龟孙啊,这是故意来要坏我们的事啊。 好不容易劝说了公宇要配合医院,配合专家组检查。 这又来一个拆桥的,这哪个孙子? 两个大佬无比愿赌的目光,一起齐刷刷地看向门口,那模样几乎想把来人给撕碎了喂狗。 不,喂狗都轻了,他妈喂鳄鱼。 我成,短浪,又是你。 这无名咬牙切齿地看着棱脸走进来这个年轻人,心里是骂声不绝啊。 是我,大家都在,正好我有事要和你们汇报。 断浪迈步就走到了办公室的中央。 断浪,你怎么来了?你来就来吧,你乱抽什么疯啊你。 秦剑也惊呆了,他没想到断浪会找到这儿来。 自从断浪主动地辞去了甲方监理这个差事,就一直在跟进调查刘彤彤意外死亡的这件事,可是一直也没有眉目。 为什么没有眉目症洁在哪儿,断浪应该比他和吴明更清楚。 没想到今天他们刚刚要有点这方面上的进展,他倒来捣乱来了。 断浪站定在那儿,向着端坐的沙发上,冷眼看戏的公宇点了点头,算是打过了招呼。 公宇对这个给自己小狗治过病的小医生还是很有印象的。 不过后来小狗被治死了,虽然说最后他找出了小狗死亡的原因,是因为爱心医院的真药过期所治,不是他的问题。 但是现在让他看到断浪还是一下子想到了自己那条喜爱的南南,自然不会对断浪有什么好脸色。 对此呢,断浪倒是显得毫不在乎,而是面向了面前的两个领导。 心理事长,吴院长,解剖的事可以暂缓一下,我已经有了新的发现。 哦,有进展? 办公室里的其余三人都是齐刷刷的瞪大了眼睛。 你能有什么进展,不是乱下结乱? 吴明在一边冷冷地问了一句,公宇看着这个极其让他不喜欢的年轻人,更是一脸的不屑。 原来是断医生啊,你这个人我还是略知一二的,做事特别的莽撞,不计后果。 你今天来说有什么发现,不会是有义气不严谨的结果吧? 有没有说服力? 哼,有没有说服力,大家看看就知道了。 秦剑自然是希望事情真的能有进展,如果不需要再次伤害患者的家属,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。 不过他也是和吴明一样,担心断浪只是无望的猜测,并没有真凭实据。 那么多专家都没有查到问题,你是最后一个参与进来的,这么快你就找到问题的症结了。 断浪啊,你的观点一定要严谨,不要随意地下结论。 我们医院现在已经够乱的了,不能再出现别的意外。 秦剑很谨慎地说。 断浪对着他点了点头。 我知道,现在医院是什么处境我也清楚,不过我查这些不单单是为了洗清咱们医院的清白。 更重要的是,我要给彤彤一个公道,他不能这么白死了。 少在这里装高赏,好像你要整具全人类似的。 少点铺垫,说说实质内容吧。 公鱼好像很不领情,断浪听了点头并不申辩, 而是从他的包里拿出了几片营养钙片, 还有一份叠得整整齐齐的检测单。 这,这是什么呀? 这不是我们医院的药吧? 无名有些吃惊地看着面前断浪的举动。 是,这不是药,这是营养钙片, 成分里面含了所谓的人参,骨骼盖的, 一羊牌的营养钙片。 一羊,就是前一阵子刚刚推向市场的那款保健营养品, 广告做得满天飞的那个。 对,就是它。 断浪大声地说,脸上的激愤油染而现, 就是这种在媒体上大肆鼓吹的营养品, 导致了彤彤的死亡, 它才是真的罪魁祸首。 断浪大声地声讨着, 手在微微地颤抖, 激愤,愤恨, 让这个以往嘻嘻哈哈的, 不知道烦恼为何物的年轻人, 陷入了巨大的情绪的漩涡了。 快,快拿给我看看。 秦剑一把抢过了拿在断浪手上的那张检测证明, 仔细看过上面的内容过后, 脸上的表情瞬间就凝重了。 你的意思是说, 那个小患者在就诊期间, 曾经吃过这种东西, 才导致了他的死亡? 不错, 断浪点头, 脸上的悲愤依旧浓烈。 当时的时候, 彤彤正在发热, 身体虚弱, 他的爸爸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, 能好恢复得快点, 所以就没有阻止彤彤吃他经常吃的这种东西, 要知道, 这种东西的味道是甜的, 彤彤在服用过退烧药之后, 嘴里一定是很苦的, 当然是想吃这个换换口味啊。 可是彤彤他们不知道, 他当时在发着高烧, 心跳本身就已经过快了, 在服用了这个, 含有超标维生素D的, 所谓的高营养的混合心形的钙片之后, 脆弱的小心脏, 一下子承受不了这么多外来的推驻力, 于是就出现了心律不齐, 心跳骤停, 造成了他的意外死亡。 哦, 竟然是这样, 秦健有些明白了, 再次的仔细看过手中的检测证明, 又拿过彤彤曾经服用过的滋补品, 上面一扬两个字, 粪败的显眼。 不知怎的, 秦健的眉峰一下就促紧了, 脸上的表情不断的变换, 一会儿激愤, 一会儿犹豫, 最后是无奈啊。 院长吴明在旁边听完断浪的这段分析, 便上前来, 激动地从秦健的手中, 拿过那两件足以揭发出真相的东西, 仔细地又谨慎地瞧了又瞧。 照你这么说, 这个心上是不久的叫做易阳的滋补品, 应该在服用说明书里, 阐明人在发热时不宜服用啊。 可是你们看看, 这上面什么都没有标注。 不仅没有标注, 你仔细看看, 上面的这种滋补品的成分, 根本就是不宜长期服用的, 常用下去, 服用的人容易形成心律不齐不说, 更严重的会造成肾衰竭呢。 断浪气愤地说, 吴明一听, 气得把东西一下就蹲在了办公桌上。 这个对人体弊大于利的东西, 怎么会被投放到市场上的? 难道就没有部门监管到吗? 并且还在媒体上投放那么多的宣传广告? 我真不明白, 电视上宣传的这些东西, 还能不能够让人相信了? 断浪冷笑, 哼, 在利益面前, 钱的面前, 什么都可以通融的。 不行, 既然这件事, 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的证据, 也有了结论。 李市长, 我建议下一步, 我们要把这件事公之于众, 我们举行记者招待会, 对这个一羊牌的滋补品, 是造成这件事故的罪魁祸首这件事, 公开地对外界做一个说明, 让这个一羊再也不能这么明目张胆地继续害人, 要抵制, 要封杀, 也还咱们医院一个清白呀。 吴明很是激动, 声音都颤抖了。 这么多天的水深火热的日子, 让他深受诟病, 现在终于有了一个与医院无关的证据, 他怎么可能不想这快点引爆出来, 让医院让他沉冤得雪呢? 可是在吴明和段浪都认为, 秦健会立马拍板同意的时候, 他的这个表现却让他们很意外呀。 整个医院上下, 从领导到职工, 在这段时间里都感受到了来自外界的, 强大的压力和质疑, 尤其是他们领导层啊, 那更是像被架在火堆上面, 烟熏火燎的绵羊, 坠坠不安是度日如年。 如今让段浪找出真正的问题所在, 而且能证明这件事, 医院里是没责任的。 这对整个领导层, 特别是对秦健来说, 这都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。 是能让他对上层领导, 对家属都有一个合理解释的好机会。 可是秦健的神情, 为什么比一开始还要颓废啊? 老秦, 你表个态啊, 工女士还在旁边等咱们的解释呢? 乌明催促道, 这个, 这个, 秦健在犹豫? 老秦啊! 乌明有些沉不住气了, 你多好的事, 多畅快的事啊, 只要把结论一下, 那咱们就都可以全部的沉冤得意。 再说了, 这又不是污蔑的, 是实事求是啊, 主治医生没责任, 医院没责任, 为什么不快点给人知道呢? 哎呀, 你快点决定啊, 我们是不是要马上对外澄清? 愁愁不止的秦健, 没有回应吴明的话, 而是在一阵沉思过后, 来到了沙发上, 正冷眼旁观的, 省委刘富书记的老婆, 公语的跟前。 公姐啊, 刚才我们的谈话, 你也听到了, 这个事情终于有了结论, 这个, 这个出现这种意想不到的事, 确实不是我们医院的责任, 是患者吃了不合格的滋补品的缘故, 这个, 还要麻烦你回去和刘副书记, 好好的解释解释啊。 刚才从断浪进来, 诉说这个什么一阳滋补品的事情, 公语他坐在一旁, 已经听了个八九不离十了, 当然明白这其中是什么意思, 对此呢, 公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, 谁的责任就追究谁, 反正只要出了一个, 对这件事情负责的就行, 他也懒得时不时的出现在这个, 令他很讨厌的医院里。 吴明这时也是及时殷勤地来到公语的跟前。 公女士, 事情既然都清楚了, 那起诉这个一阳的事情, 我看还是您这一方出面比较合适啊, 我们医院一定做大力的配合。 站在旁边的秦剑忽然不自然地咳嗽了两声, 并且还偷偷地狠狠地瞪了吴明一眼, 那眼神呢, 让一肚子莫名的吴明愣是不知所措, 想不出自己到底哪儿做得不对啊。 段浪依旧是义愤填膺, 走过来说, 秦理事长, 吴院长, 我觉得这次的事情, 死者家属不仅要出面追究责任, 咱们医院更不能袖手旁观呢。 吴平已经经过鉴定了, 如果再有医院的权威人士, 助推一下这件事, 那很快就会有结果, 那时候罪魁祸首的嘴脸就暴露无遗了。 他的话刚刚讲完, 秦剑接着又不知怎么的, 又咳嗽了两声。 这个事啊, 咱们还是商量以后再做决定吧。 段浪似乎很不理解秦剑这样的反应, 情绪激动地向前跨进了一步。 李市长, 我觉得这件事儿没什么可犹豫的, 配合家属追究这个奸商的责任, 我们医院责物旁贷。 段浪说得铿锵有力, 质地有声, 秦剑的神色犹豫, 欲言又止。 这样的情景被深谙世世的公语看在了眼里, 顿时起了疑心了。 秦理事长, 你是不是有顾虑, 不想掺和这件事儿? 没关系, 你怕, 我们不怕。 你可以说出这个换作一扬的企业, 是什么人开的, 你不想得罪他们, 就让我们家老刘来。 你们附属医院的这些领导们, 赶紧摘着干净, 面得得罪了贵人。